Twice里最受宠爱的芒妮子余 14日就要迎接她的23岁生日啦 全球的Once都串联起来为她强力应援 一直在南韩就连台湾日本等国家街头 都能看到粉丝为她设立的生日广告 最近就有网友透露在韩国的应援咖啡厅里 见到了子余本人 她不仅去现场认证拍照打卡 还贴心的把粉丝准备的应援布置都拍了下来 甚至留了一张便利贴 用韩文和中文写下 谢谢你们祝福我的生日爱你们 超温暖的举动让粉丝全都心动 直呼子余真的太暖了还自带翻译 想把便利贴偷走 而从网友晒出的捕获照中 可以看到子余把自己包得紧紧 并将头发挽起戴上渔夫帽 但这张她离开时的背影照 似乎小小透露那节露出的头发 已经被染成偏金的发色 让网友风猜子余可能是担心新造型曝光 才刻意将头发藏进帽子里 祝她生日快乐之余 也更加期待她能快点有新作品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